等等 你在演奏前也有这样的习惯性动作吗 你知道这个动作会对你的音色带来多大的影响吗 你是不是也有像开头这样的习惯性动作呢 赶快改掉 为什么呢 我们先来讲讲正确的吹头管要摆放的位置 就像我在基本功第一集里面有讲到的 我们下嘴唇的这条线 它会盖住这个吹头管 像这样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位置 当你位置放对了你的气很轻松的就可以吹进你的吹头管理 那我们现在来听听看像开头那样子的一个准备动作会有什么样的音色 你会发现呢刚刚那吹气的位置呢 很容易气呢会直接的吹到这个纯电的板子 所以它就会有叙叙的声音 但是如果你是用正确的摆放位置的话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习惯性动作 赶快把它改掉吧 你会发现你的音色呢立刻就大大的提升了 然后就会发现这张啷变的声音 谢谢大家